巴西0-1毕鲁,内马尔替补卡赛米罗受伤流血 北京时间9月11日11点,国家队友议赛 巴西在美国对阵毕鲁 这是两队在今夏美洲杯决赛后再次相遇 上半场两队均未进球 巴西场上队长卡赛米罗头部受伤流血坚持比赛 下半场内马尔在第63分钟替补出场 单毕鲁在第85分钟由阿布拉姆进球 最终毕鲁1-0战胜巴西 第20分钟,内雷斯在禁区右侧拿球面对门将竟然不射门 毕鲁后卫阿德文库拉铲球破坏了这个绝佳机会 第32分钟,卡赛米罗争顶时和队友内雷斯头部撞在一起 卡赛米罗倒地后额头流血 第44分钟,理查利森远射被毕鲁门将扑出底线